莫巴爺 不論本土球員說他是最強的禁區戰力 這點應該無庸置疑 唯一最能跟大洋將抗衡的球員 雖然能力還不到洋將的等級 但是身體條件跟天賦就是放在那邊 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OP的存在 可是攤開富邦現在的陣容 風險能用的可用之兵真的是屈指可數 如果新賽季還是要靠傑哥來救戰機的話 我只能說這支曾經三連霸的球隊 已經逐漸走向凋零 最後就是11支球隊裡面本土戰力最強的 我的答案是 哈囉大家好我小虎 今天這集節目我們要來聊的是 兩個聯盟11支球隊的本土戰力排名 為什麼會先聊本土 因為有一些球隊還沒有公佈他們的洋將名單 包含有一些新加盟的洋將 我之後也會出影片陸續跟大家介紹 等所有球隊的陣容確定之後 絕對也少不了 兩個聯盟新賽季的戰績預測 絕對不是為了要隨影片 所以這集單獨聊本土 絕對不是 在影片開始之前要先說明 由於TPBL跟PLUS里目前最大的差異就是外籍生 我們這次的討論 會把外籍生跟華裔都納入戰力的討論範圍之內 排名會由低至高依序公佈 那馬上進入到我們的第一支球隊 兩個聯盟11支球隊當中 本土戰力倒數的 絕對就是 高雄鋼鐵人 首先你很少看到一個職業球隊在修賽季 走了所有阻力只留下兩個新秀 嚴格來說能打的只剩下丹尼爾 而且他還是因為新人約還沒走完 不然留不留得住也不知道 過去三年的球隊核心 控球陳又維也離開了 老將呂正如也選擇加盟新北國王 上個賽季打出的板凳暴徒 張柏維也沒有獲得續約 當然不管是哪個國家的職業球隊 多多少少都會面臨到重建期 但是你重建總是要有一個核心吧 鋼鐵人去年墊底好不容易拿到的狀元籤 可以選下莫巴爺 卻把他交易出去 我知道你陣容當中還有丹尼爾 但是也可以問問看大家 丹尼爾跟莫巴爺 哪一個人更適合作為艦隊核心 應該很明確是後者吧 所以這個修賽季 你真的會看不太懂 鋼鐵人他作為一個職業球隊 到底操作的目的是什麼 目前陣容中最有經驗的是 從富邦交易來的陳范博艷 去年也是場均上場不到10分鐘的球員 自由市場上牽來的李威廷跟劉遠廷 兩個人在母隊也都打不太到球 牽進來的新秀要在新賽季打出來難度也很高 我自己比較期待的可能是莊朝聖 但是過去他在政大打的位置還是比較偏2號 菜鳥球技扛不扛得住球隊的指揮官也是一個問題 整個陣容缺乏能夠持球的人 處理球的經驗也都偏菜 除非找的羊將非常猛 不然新的賽季真的不知道他們該怎麼打 但是這幾年你去回顧鋼鐵人找來的羊將也都是... 所以排在兩個聯盟本土戰力墊底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會建議鋼鐵人可以去自由市場上簽下楊敬明 他現在的能力要帶齊這一批年輕球員難度還是很高 可是你至少球隊會有一個明確的重心 但我覺得他們今年操作的感覺就是不想要花太多錢 欸?這樣都騙不到你啦 再來講到排名在第10的球隊 台鋼獵鷹 修賽季走了簡偉如、李漢生、蘇逸進跟呂濟兒 雖然都不是超級球星 但至少在上個賽季每一個人都可以分擔 大概10到15分鐘的上場時間 不進的新秀比較值得期待的只有崇逸人跟李允潔 崇逸人就是在TAT野馬隊的比賽當中 曾經單場砍下40分 3分球19投11中的那位華裔球員 身高187公分 目前23歲 他跟李允潔兩個人都算是射手 可以幫助球隊去拉開空間 可是防守跟經驗會是這兩個人比較欠缺的部分 台鋼獵鷹現在的陣容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 能夠處理球跟持球進攻的人不多 看下來大概只有骨毛跟白薩 等於說是在234號位上面都非常薄弱 就看新的賽季寒捷獄能不能頂上來 但整體來說有點缺乏終身帶能打的人 板凳深度也不夠 再來是排在本土戰力排名第9的球隊 台皮永風雲報 大家應該滿意外我居然把去年T1的總冠軍 排在本土戰力倒數第三 主要的原因就是蔣玉安跟李棋偉的離開真的太傷 雖然還有高經緯跟林信寬在 但是會面臨到的考驗是板凳戰力嚴重不足 補進來的球員能打的大概也只有呂繼兒跟王浩吉 雖然陣中還有黃陣 但是我覺得他們經驗值跟防守能力都偏弱 上個賽基因位有蔣玉安跟高經緯 所以球隊可以排出雙後衛的陣容 就算是要休息的時候 也至少會有一個playmaker在場上 讓他們分別帶隊的效果也都還不錯 可是現在除了高經緯之外 球隊中沒有人能夠去作為進攻發動機串聯球隊 當然在開季之後 克羅馬可以去分擔這個部分 可是單論本土戰力的話 這是我會把台皮永鋒雲豹排在第九的主要原因 板凳戰力不足 接下來要公布 本土戰力第八的球隊 桃園 蒲園 領航園 其實我一直在糾結領航園跟雲豹 到底哪一個應該排得更高 因為球隊當中都還算是有明確的主軸 像雲豹就是高經緯 領航園就是盧俊祥 但我後來會給領航園比較高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個是領航園的角色球員 定位比較明確的防守比較好 像是陳玉瑞跟關達也有進攻端幫助不大 但防守確實做得還不錯 另外大索李家康也在上個賽季 慢慢找到了進攻的信心 所以整體能用的人是比較多的 加上這幾個球員都在領航園打了一段期間 模特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上場之後都知道要怎麼去幫助球隊 再來是四五號位 林鎮 翹楚瑜跟丁恩迪 我覺得也是大於王浩吉家劉元凱 只是丁恩迪的傷勢一直都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可是撇除傷病 領航園這邊的進去陣容是更完整的 最後就是領航園的陣中有周宜翔 我不是說周宜翔是一個非常大的加分項 也不會期待他下個賽季大爆發 但是要打的比上一個賽季好 應該不是一個太高的奢望 去年他場均只有6.1分 3個助攻 3分限命重率22.7 只要能夠再好一點點 再穩定一點點 在本土戰力方面都可以帶給領航園很大的幫助 雖然高經緯跟林鑫寬的組合 可能會比領航園這邊 不管誰來搭配盧俊祥都來得好 但是我覺得陣容的穩定性跟深度還有防守 領航園還是略勝一籌 新賽季唯一令我擔心的就是他們的外線 上一季的團隊3分限命重率 也是PLUS LEA唯一不到三成的球隊 休賽季又走了張正牙 不敢想像他們新賽季的進攻空間會有多擁擠 再來是本土戰力排名第7的球隊 排星戰神 休賽季主力控球林秉勝的離隊影響真的非常大 最主要我覺得林秉勝在 教練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雙後衛 因為他的防守不管是錯位或是守到小羊將 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像我去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在季後賽第一輪 打到中信特攻 他在攻守兩端是直接單換掉了對面的小羊將柯丹 這在現階段的國內球員裡面 能夠做到單換羊將的人少之又少 而且是在攻守兩端都帶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有一些球員是你要他上來防 OK 但是他進攻就會變成球隊的負擔 像是他們休賽季牽進來的錢肯尼 所以回到台新這邊 還好的是雖然少了林秉勝 可是在自由市場上面網羅了蠻多集戰力 錢肯尼 王綠祥 蘇毅靖 陳冠全 都算是有經驗的選手 選秀惠又牽進了狀元雷蒙恩 可以用的人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他們現階段缺乏一個本土的核心 能夠去改變戰局 或是在關鍵時刻跳出來幫助球隊 這也是我會把他們排在第七名的最主要原因 再來是本土戰力排名第六的球隊 新竹工程師 整體來說他們今年的補強都有針對過去的弱點 風險找來了李奇偉 多一個高砲塔可以拉開空間 他的外線穩定性也是比較令人放心的 後衛又補進了李漢森他們的控球真的是多到有點滿出來 但至少除了高果豪之外又多了一個能防守的一二號 新秀方面則是選進了蔡成剛 我個人是蠻期待他開季的表現 因為工程師過去四號位的外線有多慘就不用我多說了 他的加盟不只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他的處理球跟球傷我覺得都還不錯 就算是第一年需要繳一些學費也是值得培養的新秀 如果可以在防守跟籃板端不要有太大的劣勢 他應該可以慢慢撐起工程師的四號位 目前工程師看起來比較弱的還是在三號這個位置 雖然有朱雲豪跟李奇偉 但是兩個人的防守跟處理球都不太穩定 加上禁區也沒有一個足夠大支的中鋒 榮醫生不確定新賽季到底能不能打 因為TPBO這邊是沒有開放外擊生的 就算他能打好了 我覺得以目前他的狀況來說 能帶給團隊的幫助也很有限 會把工程師排在戰神前面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他們修賽季的幾個補槍 有針對點、對陣下藥 後衛跟封線的陣容也比戰神更完整一些 再來要公布本土戰力排名第五的球隊 高雄全家海神 之所以會把海神排在第五名 是相較於前面的球隊 我覺得他們陣容深度是足夠的 每一個位置都有明確的人能夠去輪替 唯一比較弱的就是本土控球這個點 這也是過去三個賽季 他們團隊比較大的罩門 Brickman在的時候 可以很好地去串連球隊的進攻 但是當他一下去 很容易就會陷入當機的狀況 雖然嘗試過讓余幻亞、陳懷安 或是邱子軒打到控球 可是效果都沒那麼好 選手明確定位是海神的優點 同時也是他們的問題所在 比較缺乏能串連球隊替隊友製造機會的角色 所以每次我在看海神的比賽 就會覺得他們打得很自視 沒什麼變化 蠻可惜的是上個賽季 邱子軒受傷報銷 不然我覺得他應該是改變球隊進攻的X因子 但整體來說 海神這支球隊這幾年的陣容變動沒有那麼大 很多球人都還蠻年輕的 加上4號位至少有葫隆帽在 由他去搭配小羊將可以比較不用擔心 球隊有個明確的本土核心 也是我會給海神比戰神排名更高的原因 對比前一名的工程師 他們的封線跟禁區戰力也都更充足 同樣的陣容他們可以持續再養個幾年 成績應該都不會往下掉 這支球隊給我的感覺 就是可以穩穩的打進季後賽 但是你說要再向T1第一年去衝擊總冠軍 難度就比較高了 接下來進入到本土戰力排名第四的球隊 台北富邦勇士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我知道講到這邊可能很多人受不了 但我必須說給富邦排名第四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莫巴爺 他應該算是兩個聯盟11支球隊裡面 唯一最能跟大羊將抗衡的球員 雖然能力還不到羊將的等級 但是身體條件跟天賦就是放在那邊 而且對我來說他現在還是一塊海綿 打到職業聯賽就是不斷的在吸收 不斷的在變強 絕對也會隨著比賽經驗的累積 讓我們看見他的成長 如果單論本土球員說他是最強的禁區戰力 這一點應該毋庸置疑 如果拿掉莫巴爺 我覺得富邦的本土戰力 的確不會比五六七名的台青戰神 高雄全家海神或是工程師來得好 可是有莫巴爺 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OP的存在 講回到球隊這邊 富邦現在最令人擔心的就是 蔡文誠跟林智傑又老了一歲 張宗憲在修賽季也離開了 雖然上個賽季他沒有打得很好 可是攤開富邦現在的陣容 封線能用的可用之兵真的是屈指可數 而且團隊缺乏一個穩定的射手 目前看起來K拳術最準的搞不好是林智偉 控球端補進了陳宥偉 就看能不能讓周桂宇回到二三號位 頂上火力的缺口 如果新賽季還是要靠傑哥來救戰機的話 我只能說這支曾經三連霸的球隊 已經逐漸走向凋零 接下來要公布本土戰力的TOP3 首先第三名的球隊 新北中信特攻 阿巴西的離隊的確對這支球隊的影響非常大 但我還是會把他排在第三名 最主要是中信能打的人 都比排在他後面的球隊來得強 後衛線上只要林偉翰能夠健康出賽 他依然會是全聯盟最好的控球之一 替補的魏家豪跟流人豪也都算穩定 外圍的謝亞軒也算國內頂級的射手 要扛進區四五號有曾文鼎跟譚傑龍 風險也有大漢跟施敬堯可以防守跟打爛仗 雖然現階段中信特攻的陣容斷層蠻嚴重的 板凳深度也不是很足夠 可是能打的主力那六七個人 還是國內最頂的球員 不可否認阿巴西的離隊會帶來的影響非常大 但我也不會說現在中信的本土陣容很差 只是在洋將的人選上面需要做一些調整 因為少了阿巴西我覺得他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人能夠去衝擊籃框 所以過去找了一堆歐陸中鋒的思維就必須有所改變 之後我也會做一集節目來介紹他們的新洋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來要公布本土戰力排名第二的球隊 夢想家 光是在休賽季找來了蔣玉安 就讓他們整體的戰力更上一層樓 過去四號位沒有外線的問題 也在馬劍好加盟之後稍微得到緩解 他的打法是可以在三四號位去搖擺 也會讓整體陣容的彈性更充足 錢肯尼離隊的空缺張宗憲也有補上 去年季後賽射手不準的問題 至少多牽進了一個簡尾如 就像我之前影片提到的 如果新的賽季 他們還是因為外線投不進 而導致最後跟冠軍失之交臂 那也真的沒有辦法 不過光想到阿吉跟蔣玉安這個後衛的組合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奢侈 至少可以確保夢想家不會像上一季 在阿吉下去之後整體的進攻就會陷入當機 整體來說夢想家的陣容 我比較擔心的只有穩定性 有點像是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但是撇除蔣玉安跟阿吉 去年他們的其他球員真的都蠻骰的 加夢的馬劍豪天分很高沒錯 可是穩定性也不太夠 所以這部分是唯一我比較擔心的地方 就看新的賽季這一支超級艦隊 有沒有辦法去衝擊他們對時的第一座冠軍 最後就是11支球隊裡面本土戰力最強的 新北國王 給國王第一名的原因簡單粗暴 就是因為有林舒豪 只要有他 國王依然會是全台灣本土最強的球隊 前面我們有提到包含像是葫茸帽 蔣玉安 林秉勝 這些都是可以接近單換洋將的本土 但是林舒豪他不只是可以單換洋將 他的能力甚至是超過於洋將的 他的加盟對一支球隊的影響有多大 過去兩個賽季我們也見識過 不管是球傷 場上的判斷 控場能力 終結能力 防守 基本上可以說是全能 還可以幫助他的隊友變得更好 只要沒有傷病問題 有林舒豪在著球隊就是不容忽視 當然不確定新的賽季 林舒豪到底會不會打 我目前的排名也是假設他有打的情況下 把新北國王排在第一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其他的補強方面雖然走了閩哥 但是補進了呂正如 打法上面也是蠻適合林舒豪的 國王的陣容乍看之下 最大的問題也是有嚴重的斷層 但至少有李凱燕 林舒伟跟蘇士軒 都算是各個位置上還蠻頂的選手 加上新聯盟如果讓Q回歸 搭配上小胖跟金榜 這三個人每場上來弄個10分鐘 影響還是蠻大的 講了這麼多 總而言之會把新北國王排在第一名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林舒豪 不過我也蠻好奇 如果少了他 你們認為國王隊的本土戰力 應該排在第幾名 好那以上就是這集節目的內容 我統整了我對於 兩個聯盟11支球隊本土戰力排名的想法 如果你有不認同的 或是你覺得誰的排名應該更高 應該更低也歡迎在下方討論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好了 Mais 好 ジス